巅峰时期的日本女足有多强 你可能不会知道 2011年德国女足世界杯 日本女足决赛中一举击败美国队夺冠 2014年日本女足国少队也是击败西班牙 夺得了世界冠军 2015年加拿大女足世界杯上 日本女足西败美国队夺得亚军 2018年日本U20女足同样是完胜西班牙夺冠 这几年日本女足可谓是如日中天 实力绝对是不容小觑 从过往中国女足和日本女足的交锋中 我们也经常是输多赢少 但随着古亚莎 张瑞 王霜 王珊珊等人的成长 我们和日本女足之间的差距也是不断缩小 2016年里约奥运会预选赛 我们这场和日本女足争夺仅有的两张奥运会门票 这场比赛我们女足姑娘表现相当亮眼 贝尔是超车 超级世界波应接不暇 让主场作战的日本女足相当难受 更让数万日本球迷为之神伤 下面话不多说 我们一起回顾下这场终日经典对决 比赛第五分钟 吴海燕右路船中 王珊珊快速前插一脚电射 可惜被对方门将没收 这时候来得很突然 那是吴海燕船的 比赛第十三分钟 日本队后卫回船失误 张瑞贝尔是超车生吃两名后卫 随后单刀破门驻中国队1比0领先 比赛打了14分钟 中国队1比0领先 这个球日本队的后卫大意了 互相让 让出个机会 稍有一点点失误 可能就会出现麻烦 比赛第十七分钟 韩如银右路打出一记质量极高的远射 可惜被日本门将铺中没收 今天这个开场之后 中队打得两人觉得是非常正 出场作战的日本队被我们压制后 展开拼命反呼 比赛第28分钟 日本队组织了一次极具威胁的进攻 左路大脚船中 门前日本球员接应时被牛山山破坏 这个落点判断还是没抓住 还好保护的人还是 这四号中打一类 比赛第34分钟 日本队的攻势再一次起来 轮将赵丽娜即使出击破坏对方的 方向没有顶好啊 要小心赵丽娜 非常关键 后卫压上之后 因为这个来回的反复过程当中 这球在空中有旋转 后卫解围的不好控制方向 比赛第四十五分钟 面对日本队的猛烈进攻 赵丽娜又一次站出来化解险情 将对方的远射挡出 开始赵丽娜又帮助中国队化解了一次险情 就是弓箭的远射 比赛第五十七分钟 古亚沙接到边路传中球 随即虚晃一下拉开脚洞 直接起脚射出一记超级世界波 他一票的 关键到古亚沙 古亚沙自己射门 好球 好球 古亚沙 这一脚打的日本队打蒙了 我们看一下 这一招晃的 古亚沙自己都有点 变弱 古亚沙接接远选赛 两脚世界波 打到对方的主要有变相 这一变相一个落叶下坠 比赛第六十三分钟 日本队左路发起进攻 李东娜解回失误 被对方拉开脚洞射门得分 中队在保护应该往上顶啊 恒山九美走到中路 这球后卫闪出空档没有封住啊 被恒山九美抓住机会 就这个赵荣 不应该给对方这么大的一个空间传球 其实往上封一点 他其实没有很大的这个 日本队追回一分 让现场球迷再次看到了希望 进球后的日本队一鼓作气 仅用了一分钟就再次攻到中国队门前 门将赵丽娜神勇呼救 化解日本队的进攻 比赛第六十九分钟 中国队组织进攻 王烧湖顶处一脚远射 可惜稍稍偏离球门 来这个王烧 冲档有了 王烧的左脚 什么 掉一脚 哎呀 大一脚 这球中国队打得很从容 很冷静 王烧这脚打得还是很接近 比赛第七十八分钟 日本队利用脚球机会再次发起进攻 可惜被赵丽娜再次化解 还好这是一个原地的争点 最终全场比赛结束 中国女足二比一战胜日本队 赛场上姑娘们的惊艳表现 着实让我们大饱眼福 张瑞落后十米的贝尔士超车 古亚上那脚打蒙日本队的世界波 都是让人印象深刻 希望我们的铿枪玫瑰也能在未来的世界杯上 像日本女足那样大放异彩 为国争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记研酱 exhibit记者 李宗盛 Kampf